劳动部霸凌案后 工部门吹哨者一个接一个勇敢 站出来 新竹市殡葬处员工爆料 112年10月初 施暑亭空降到新竹市府后 直派一名黄姓所长到殡葬所 不料这名黄姓所长 却疑似滥用职权欺压下属 不但随意调动职位 还会言语羞辱 让底下员工精神浩弱 胆战心惊 我真的很害怕施暑亭室长约谈我 然后还偷录音 再公布在网路上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霸凌 我就是提供了录音档 完整的录音档 完全没有简洁的录音档 来证明说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 有要压迫他 新竹市民政处长师 淑婷澄清宾馆处 约聘估的部分 人员异动本来就会比较频繁 否认对话 因党逼自白 不过当事人表示 未来不排除诉诸法律途径 而霸凌案闹得沸沸扬扬 投诉人表示 类似情况 只是冰山一角 恐怕还有未爆弹 曾经新闻张一 蔡秋贤新竹采访报道